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目前 这个可能就是释放业力啊 还是什么 对啦 如果你是叫我 如果我没有感觉的话 我也不知道 对 我以前是军兵的 就是没有跟随什么的 直到我被我的 cousin 带去一个企业的法会在新加坡 然后我觉得自己好像 为什么好像不一样 自己的体觉还有一些感触 为什么不一样 然后我就慢慢开始接触了 然后我也参加了火蜜啊 学习 然后跟他们一起上山 就我觉得自己去听 自己去体会 体验会更好 对 那时候只是一个复课啦 就进去 然后他们就开screen 那是我第一次接触 第二次在接触的时候 就是华人企业的法会 他就叫我 你要过来 就去了之后 我自己有感觉好像这么不一样 然后我很奇怪 为什么我 有时候以前看那个东西 可能对我来讲是没有什么的 可能麻木 就觉得 比如人家跌倒 你不会觉得是什么 对跌倒 OK 起来就好 可是自从那个法会过后 我不知道我为什么好像很容易感动啊 很容易有 就容易感动啦 很难形容欸 诶 我就奇怪 我就问我的 cousin 这是什么原因 他就跟我说 可能就是阅历已经消除我们的 可能我们的测影之星出来了 还是什么这样 就比较容易有感触啦 对 就可能就是那个法会 第一次我讲的那个法会过后 那个是我比较感触的啦 还有就是 我暂时是还想不起啦 就是我每次来 我就会心生欢喜咯 我就会很欢喜啦 来这个地方 所以 你叫我去其他的 我也不是随便去盲虫去跟 还是什么这样 可是既然我来到一个 我觉得是 会让我觉得 诶 很舒服 欢喜了 我就继续这样下来 然后我觉得是不错 所以我就一直叫我的家人来 只是说 因为在KL是有点距离 所以可能要他们上课什么 可能也要一点时间啦 还是要点机会 这样的机会 他们才可以去学 跟张老师一起上尼泊尔山 陆卡那边 那是我第一次跟他们一起去出国了 那是我第一次啦 然后有机会 然后financial也ok的话 我也可以建议大家都去啦 因为张老师去到有一个公园 我忘记那个叫什么了 他就叫我们灵动 然后一转到身体的时候 我真的可以感觉到那个能量非常的强 我整个人都要转到 整个感觉在飞啊 真的 我跟你形容也很难去解释 只有你自己亲自去体会这个东西 那个是在Katmantu的一个city里面 它是那个city里面它的其中一个公园 我忘记叫什么公园啦 是在山 我们已经下山了 山上是在我们去Lukla 过后我们回到那个Katmantu的时候 有一个公园是 张老师说是喜马拉雅山的 不懂什么麦 就是能量很强的一个地方 你们应该有看到一个图片 就是 before after 那个树 是从很枯萎的了 然后变成很茂盛 就在那两个星期内 然后我亲自亲眼看 哇 这个东西真的是要自己亲自去看自己 不然人家讲的再多也没有用 对 就跟能量一样咯 然后张老师在转我的时候 因为那时候我还不懂什么是灵动 后来我就感觉到 哇 为什么能量这么强 我整个人再转到再飞 我已经控制不到我自己的那一种 所以 对咯 有时候就不直接会流点泪咯 所以以前会好奇为什么会这样 到现在我连想都不去想咯 我就觉得这可能是我的灵还是什么 就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咯 会啦 会有这种感动的那种 对 每个人呢 每一次的感触也会不一样 因为我才知道很多东西我们虽然看不到 可是我们是有那个灵在的 你是什么 因为我觉得 要知道自己是谁很重要啦 那个干嘛我们来这个人世间 如果有另外一些空间的东西 既然有另外一个空间 我们也是处在一个空间的话 那我们是不是要做一点什么东西 而不是盲目去追求其他的外在的东西 对 这是我目前的一些想法啦 嗯 之前我参加过孔切明王公后 因为我还有一些part time 然后我还有一个full time 就刚好我去当义工在新加坡 然后我就这样子被promote 我的工作 两 一年里面我都有两个被promote 就是做得还不错 哈哈 我也不可以讲为了追求这个东西 就是刚巧不懂为什么 就会这样子可能有一点福报还是什么这样 嗯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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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